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都蒙大恩》 《使徒行转》四章三十三节 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圣灵配降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救主复活的喜讯传遍天下 门徒的心受了风筑心口之仁慈的感动 以致不得不到地的去 做见证地说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当他们传扬在耶稣里面的真理时候 很多人的心就纯复了这个信息的能力 教会眼见悔悔的人从各处蜂拥而至 冷淡退后的人重新悔悔了 罪人和信徒联合起来一同去寻找 那个贵重的珍珠 一些强烈反对福音的人 变成了福音的捍卫者 信徒们的唯一志向 就是和其他人显示 和基督相似的品格 并且扩大上帝的角度而努力 他们工作的结果 使教会增添了很多蒙主、简选的人 他们既以接受真理的度 于是献身于主为上帝服务 将使他们内心充满平安 和喜乐的盼望传给其他人 数以百计的人宣告 上帝的国庆了这个信息 他们不会因为任何的威胁而止捕 或者退避、萎缩 有主截着他们说话 他们无论去哪里 就会使那里的病人蒙医治 使穷人听见福音 这个就是上帝 在人、健身、受圣灵管理之后 所行的大事 圣灵的应许在今天是属于我们的 正如他也都属于早期门徒一样 上帝今天也都要将 上头来的能力辞给门徒 就好像他在五秦节 似给那些听从救恩之道的人一样 他的灵和他的恩典 此时此刻 要似给一切需要他们 并愿意听从上帝话语的人 要注意 圣灵的配贡 乃是门徒达成完全的合一 不再为自己争取高位之后 他们同心合意 一切的分歧已经排除 并且在圣灵配贡之后 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一致的 要注意圣经这样说 很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上帝受死 使罪人得身 他的灵使整个教会的会众 都充满生机 今天的神中课就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